好 七点零三分 回来之后我要让岳老师谈一下 谈一下日本 第一个这个不得了 日本的宫崎机场突然之间大爆炸 好可怕 那个跑到整个摊了 谁炸的 我跟你说美国炸的 这样讲也没错 对吧 日本的官方长官林方正说 这应该是埋在地底下的美制未爆弹 发生了这个爆炸 在二战之后留下来很多 日本的相关部门说 应该是一枚500磅的炸弹 不过非常可怕 爆炸前几分钟才有一架日航班机 从跑道划过 就差一点点 否则今天全世界的悲剧头条 我们看到这个还好啦 这个老天保佑太恐怖了 你就知道这个二战留下来的余毒 然后我们就讲到石破帽 日本的新首相 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下午世界越来越弱 介大使在这题讲得非常的透 有很多这个完整的分析 大家记得上网就回看 那石破帽当然最关注的 他提到的这个亚洲版的北约 没有共同防卫义务 因此处于容易爆发战争状态中 所以他认为建立亚洲版的北约 对于西方盟友遏制中国至关重要 但是第一个 美国毫不留情的拒绝了 然后印度也跳出来表态 印度外长说历史背景不同 无意结盟 印度就是个不结盟的国家 所以石破帽上任 想要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被印度给灭掉了 是吗 然后美国也有疑虑 美国很多智库提出个想法 就是日本这个石破帽有点麻烦 本来日本只是个附庸国 现在想跟我美国平起平坐吗 那日本的方向也改口了 方向外长说 现在没有要推进石破帽 亚洲版北约的准备 打脸老大吗 那石破帽当然刚上任 10月1号上任 所以呢 他有这个民调的蜜月期 目前支持度是50.7% 不支持度28.9% 这个不支持度比之前 他岸田还要高 岸田的支持度 大概跌破了20% 然后他也一上任 就跟拜登通电话 那他承诺要继承岸田的强化 日美同盟的路线 所以我让这个 岳老师来谈一下 当然这个 新向上任 三把火 有一番新的作为 尤其像日本的经济 很痛苦 安倍经济学 他会提出石破帽 经济学吗 那他是党内的孤鸟 他能够震住党内的派伐吗 还有你怎么看 美国炸弹 炸掉了日本机场 我们从美国炸弹谈起吧 因为大家要了解 实际上美国有一个将军 叫李梅 他是策划整个轰炸日本 日本大概有一百二十几个城市 被美国严格的炸过 那个炸法的话 那个贝尔九一出动的话 到最后几乎是 几乎是从机场每天晚上上千架的 这样子丢的炸弹 那么所以的话 日本真的是吓到 日本本来是要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要玉碎一亿 怎么拼到底 美国的炸弹丢下来的话 那个比例 我当时看到一个影片讲说 日本的那个皇宫旁边的 那个护城河都是沸腾了 那非常严重 那是这个炸弹本事来讲 卫爆弹是一定有 攻击机场的卫爆弹 事实上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就是说500磅 500磅200多公斤的炸弹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那在那种情况下会产生 如果有一个就会有两个 但是我要以言过来讲 石货帽本身的一个态度 日本人被美国炸弹了 炸得简直是非常害怕 就是大家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我以前都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说是心里想不透 就是为什么台湾人从很支持日本 到四五年的时候 日本败成这个样子 就没有人跟着跑到日本去了 对不对 原来日本被炸得很惨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日本被美国炸得很惨以后 那个马克尔是故意的要羞辱日本的 日本到今天来讲 等于是一个在美国军官起草的宪法下的国家 说两句话 这个主权地位不太完整 它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 都不太完整的情况下的话 美国觉得日本这个旗子 是在亚洲最好用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整个欧洲地区 像欧盟的话 是它摆的一个旗子 中东就是摆了以色列 那亚洲地区就是日本 所以史富尔茂现在一上来之后 它基本上的话有几个意见 首先的话它就要更改日本原来的和平宪法 这个就是触犯到美国的蛋糕了 美国讲说我好好栽培你 你要听我的话 你还不听我的话 然后它就对于美国本身来讲 就是美军不受到日本的法律的管辖 治外法权 它甚至于讲过说 你看在我这边驻军 我也要到美国去驻军 这个对美国来讲 还得了四颗人 十五颗人 我原来把你根本就是原子蛋糕给丢下来 对不对 就美国本身来讲 美国人心里怎么看日本人 日本人看自己觉得自己跟欧洲人长得很像 美国人看你就跟中国人长得一样 那不是这种态度吗 所以他这个讲的话观念 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他想说他这个观念 我觉得比较旧的思维 他要认为说我自己 要把这个北约就是放在这个亚洲版 亚洲版以后 那他自然日本就变成老大 那我想要找老大 想要跟美国分庭抗礼 这个事情 美国反对我是真的满意 美国想说我们就联盟了 我已经在那边驻军了 你搞这东西干嘛 基本上就在敷衍他 但对他来讲他很重要 他会觉得说是 日本本身在亚洲地区 要跟中国分庭抗礼的时候 那美国本身来讲 属于一个附带要支援我的角色 所以他搞这个 但是的话 印度的反对 那个苏杰森的态度上 我觉得更是值得玩味 苏杰森基本上觉得说 印度很快就表达 我们不是已经有四方会谈了吗 那个跨的不是就是已经讲好了吗 还加上澳洲什么的 你搞这个干嘛呢 而且同时的话 北大西洋公园 你知道大西洋在哪里啊 你搞到这里来干嘛 然后现在你自己本身来讲 威胁的不得了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你刚刚有个消息 没有仔细讲 就是有关于中俄联合 在北冰洋那边的演习 那个事情的话是随时 俄国是说干就干的 对不对 而且的话 那个北极的航线里面 大家都抢得要死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日本本身来讲 势力不讨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台湾跟大陆之间 你觉得石破茂 他的立场会跟前任 有所不同吗 我觉得石破茂 现在他上台没几天 就是这几天又 我请大家注意 日元又要开始贬值了 大家注意一下 你心里就明白了 日元你本身想要独立的话 财经财经 就是他基本上的话 就是财务经理本身 来跟政治直接挂钩的 其实我觉得石破茂 本身是想做一点事情 但他做的是 有点搞错方向 他就想到说是 从美国手里挣脱出来 我觉得很难 美国也不会让你跑掉 对不对 对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的麻烦够多 但是要收拾日本 应该问题太大 那印度都跑来上台踹一脚 印度当然 逐渐甚至得到讯息 就搞这个没有搞头 那印度对于日本好的话 就是要拿点好处 没有好处 光要参与你这个 那印度本身来讲的话 自己原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在中间两头都拿好处 这个事他干 你要跑来跟日本参加 这个亚洲版北约 他跟着去当小弟 他才不要 对当然在台海的情势当中 这个身为这个邻国 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角色 当然很重要 那石破贸易还蛮特别的 在自民党内 他有自民党内的在野党支撑 这个影响非常的这个孤傲 在日本的派伐政治当中 独树一帜 所以今天第一题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细节内容 请不吝点赞订阅